大家好,我是劉浩天的,也可以叫我Ted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因为我现在是准备要升高中 但这个专案是在我国中,国一下学期的时候 在GDP当中提的一个专案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会发起这个专案 那我们就怎么做 那我先快速自我介绍一下 但是他有点翻掉了,奇怪,等一下 好,我是劉浩天,你可以叫我Ted 我是Colus API的发起源 这个专案的发起源他是治疗工程师 我们这个专案其实是由一个叫台湾开放交易推动团队的社群在执行的 这个社群的话也是由我发起的 好,当时我是就是小学校的demo day 2021-22,应该算是一两年前吧 的获奖团队 好,目前即将到数位始终就读 好 那首先什么是Colus API Colus API是一个开放式课程的整合查询平台 这个平台呢,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功能 例如我今天在Colus API上面搜寻政治 那我就可以搜寻到一些开放式课程 基本上都是以大专院校跟政府公部门的课程为主 我们去做一个整合 整合的技术 基本上今天不会提太多 那等一下还是会简略提一下 Colus API的连结是Colus API.org 如果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搜寻一下 或者可以去试试看 OK 我们目前已经整合了以上这些平台 那跨校的平台指的其实是 这些平台提供给大专院校可以把自己的资源上传到上面去 把自己的课程把它汇入到这些的平台上面 大专院校各自的平台就是自己架的 那政府部门民间平台的我们目前也陆续 还在持续整合 因为平台实在太多了 那有些资源呢 其实这些大专院校 那边有些资源是没有更新 不过有些resource其实还是可以使用 所以我们还是持续的在做整合 OK 那我们的协作模式 我们的其实组成 团队组成非常多 我们Colus API这个Giant的工作成员呢 就包含了学生 那学生也是从我以前就是国中生 一路到高中生 大学生研究生 然后还有就是本身就在开源社群的一些参与者 和甚至是大学教授 还有国中老师都有 那我们的这个开放教育 我们有ED open的slack channel 那里面目前其实应该不是160 应该有更多 可能快200之类的 里面的组成也非常多元 那我们就是会在channel当中提出一些 有关开放教育议题的讨论 呃好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个专案会冒出来 在两年前的六月那时候因为开放 呃这个叫什么 呃疫情 疫情 所以学校就是让我们执行线上上课 然后在家里的时候其实有一些 有就有更多时间可以去利用 因为我们每堂课有限制上课时间嘛 那下课时间就变得好像是有点变得更长 那我那时候原本是用MIT的开放式课程 再上呃Deep learning的深度学习 和一些线性怠速的课程 那上一上之后我想说 诶我来查查看台湾的本土资源 有没有大专业校的开放式课程 那其实是有 从2008年开始 应该是2008 教大就已经开始有在推动开放式课程的建立 和和呃推广这样 嗯 不过很多资源到2021的那时候 已经是几乎都没有更新的 只有呃交大清大台大 这几间还有在积极的去做更新跟维护 那所以呢 我就想说怎么可能我们只有这些资源 因为当我用Google查到 只会查到有维护人的这些资源 在查询上是相对蛮不方便的 所以我就去每间大学 每每个平台一个一个去survey survey下来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平台 那当时整合是有65 那后面也持续的整合呃有越来越来越多 到刚刚呃 所以我们目前有10做的是65个平台 那在前面那一页就是这里 这些所有平台呢 呃应该是超过的 嗯 为什么萤幕间一直卡 好 嗯 好 那我们有提出一个呃通用栏位 是帮助我们整合比较方便的 六个通用栏位包含各种名称 网址然后讲师 开课单位就是因为我们有跨校平台 跨校的上传平台 所以我们有提供一个呃 就是我们开课单位是什么 跟我们来源平台 我们就做一个区分 那课程简介呃 基本上以上六个栏位都是 几乎所有课程都会有 只有少数课程没有 那当然如果你的自己 有这些description 这些资讯的话 课程相对更加完整 所以呃在我们的平台上面 我们也是有做先后顺序的一个 演唱法调整 那我们github的话 因为我们呃 也是蛮提倡就是这些 这这种提倡开放家园 那开放原始码相对也是我们相对 就是蛮在乎的 所以我们也把我们的所有的project 所有的呃 呃原始码全部公开到github上面去做开源 那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有就是主动去参与中文费黑客松 那基本上参与中文费黑客松最大的动机在我们去可以去跟呃政府工工部门的教育单位去做讨论 呃那时候我们也有跟教育部资科斯还有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有争取到一些交流机会 那也有和他们交流到呃 所以我们除了刚刚大家所看到的查询平台以外 利用爬床去把这个课程全部爬下来进到我们资料库 所以为了不用让大家全部都要重新爬过一次 我们就有提供这样的API服务 嗯 同时我们也有开放式课程的使用经验问卷 这个问卷其实在我们初期的聚焦上面是呃 蛮 蛮 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先看出一般现在主流主流的开放式课程平台 他们所包含的功能 那他的功能有哪些是我们使用者会希望可以加上去的 呃右上角这边有QR Code 如果各位有兴趣要呃可以帮我们填写一下 好那我跳下一页 那这边有呃有案例是呃由国家高等教育部门 就是政府出面去整合的一个是法国的分 呃分摩克师他右边呢则是韩国的开放式课程呃 课程数量呃韩国的最近一两年来他们增加非常多课程 这个KOCW的课程数量是持续增加的那法国的话则是差不多 因为呃他们会有新增那旧的课程他们也会就做淘汰 民间的话国外则是有这个serendipity 但是因为他比较是随机爬虫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平台来源 所以呃而且他也不是只有我们所需要的开放式课程影片 他也包含很多呃例如简报啊或是questions 呃就是question set这些他其实都会所有整合进来 那如果是以一个一般使用者我可能就不会太明确知道我要拿这些资源怎么做怎么学 呃那我这边就是先简单对我们这个专案做一个总结 这个专案呢是包含开放资料也就是我们提出了这个通用栏位 因为我们open data其实你到政府的开放资料网站上面去做查询的话 其实你会看到他都有固定的栏位资讯可以给你去参考 我们这边的做法就是我们先定出这个栏位当我们没有一个通用栏位我们就定出来 那这样我们的open data在释出的时候也会更方便 那我们目前也有提供开发者的就是其他的专案或是其他的单位 如果你想要用这些资料你可以直接串接 开放政府的部分呢因为这些课程不一定所有资料都有释出 可能他有些是你用爬虫也很不方便 例如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学习平台 他们开放式课程平台就不适合使用爬虫 那我们就有跟他们去讨论 那他们后来也有提供我们课程的csv的open data 因为我们也有持续跟教育部制科司还有台北市教育局去做讨论 那开放学习这一点 虽然我们叫开放教育推动团队 但其实除了开放教育 更重要的是开放学习的资源 因为教育它比较像是一个大专业院校或是工部门提供资源 但是以我们学习者的角度 我们知道有这些资源我们或是不知道我们要去了解 可以去使用它 所以开放学习跟开放教育是一个可以同时去讨论的一个不同面向的议题 开源社群的部分 则是因为我们这个专案是从开源社群持续去发展的 刚开始是在2021年我在GTV当中提出这个概念 这个想法 后来就持续的往横向社群发展 例如我们现在我们的云端主机是由云原生台湾社群CMTUG所提供 就我们的云端主机资源 另外还有OCF开放学习基金会 也是协助我们不少在捐款 就是捐款页面 还有金流跟行政商的一些事务 所以我们这个专案在开源当中 的确是非常符合GTV的协作方式 另外我也要想要再提一下 以上是大概我们专案的部分 现在我要提到的是以一个学生 我才参加这些 发起这个专案的时候的一些感想 在GTV当中 最刚开始其实我发起这个专案 是很单纯就是我所提到的 我觉得这些资源它没有很easy access 所以我想要去进一步做调整 然后进一步去寻找解决方案 当时第一个想法蛮难以语的 就是我直接写信到各个单位去问 这个方法当然不太可行 他们可能就是怎么可能维护 或是有些平台他们的联系窗口 早就已经没有在 已经没有人在收信 所以当时这个方法是非常不可行的 所以我就写了一份简单的想法 和计划书这样 就到GTV的EDU GTV Slack的EDU channel里面 就有不少伙伴回复 后来就我们成立了这个团队 那我们的协作方式 因为我本身还是学生 我们如果要定期有实体聚会 以当时来说是蛮困难的 虽然现在我到处实体社群的活动跑 但是当时的确是不太方便 不断出席 所以我们很多都是线上处理 例如线上的会前会 然后线上的每周会议 或是我们有时候开发剧 是用线上的形式 讨论的话也很长 就是没有meet 我们也是用GTV Slack去做讨论 所以以一个学生而言 发起专案最重要的是在于 要让他有洞悉到明确的问题 洞悉到问题之后的提出解决方案 其实当时 最刚开始我自己发起这专案 我觉得解决方案也是非常的不完善 我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案 那社群的力量的话 其实就是当你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你有洞悉到 感觉这里这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到社群来提出 大家可以共同聚焦 那这个想法就可以被持续的去始作 跟推广 刚刚上一组这个专案的分享的时候 他们也有提到 就是不用担心自己的想法太简略 或是太粗糙 就是G0V的社群当中的一个 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的概念 即早把你的想法提出来 那当你有什么进展的时候 也可以再提出来跟大家做讨论 利用这个方法去让你的问题 持续的聚焦在track上面 这样子 才会符合你所设立的TA的使用者 或是这个目标对象 他们的需求 那以上大概是我今天的分享 我是Terry浩天 谢谢大家